范次長、齊局長以及這個移民署 海巡署還是?海巡署 海巡 今天移民來了 今天沒有移民 海巡 海巡,那我們請海巡署曾副組長 好,各位好 今天這個報告本期看了以後蠻擔心的 因為你們報告的結語呢 有關於台中港這個釋迦倫的事件 你們報告的結語幾乎是替這個公海上面的類走私產業 也就是柏油產業 幾乎是給他背書認為他是合法產業 原因只因為說 因為他們的作業呢是在公海作業 幾乎是這樣喔 看你們的報告第五頁 求該等船舶並未違反禁止之規定 你們把所有禁止規定全部都替他背書欸 你們真的這樣認為嗎? 市長 是我想这里面还是有可以检讨的空间 来那个曾副组长 我问你 他至少每一艘船都会发生一个登载不实的事项 就是他的进港跟出港申报书里面都要写他的起气点 我这艘船从哪里要去哪里 对不对 一定要登载是不是 是不是一定要登载 那个齐局长 对啊 一定要登载对不对 对 如果我这个船是从高雄港到菲律宾 到哪个港 从哪个港到哪个 一定要申报 好来 那个曾副组长 事实上呢 他们是在公海搏油 所以有没有登载不实 向委员报告 假如说在我们的海域 像我们在100年7月5号 我们有在澎湖 有查获了11个 不要啦 我就问你啦 像这样算不算登载不实啦 因为基本上假如说他是在公海的话 我们 没有我只问你 他在公海搏油 但是他的申报的起气港口 跟他在公海搏油的事实完全不符 那他的申报有没有涉及登载不实 这个不是 因为问题可能不见得这么单纯 他搏油 我只问你这件事 你不敢回答 来 齐局长 以你作为一个公务员长期的素要 这算不算 是 我想他进港要预报 他什么时候进来 从哪里来 出港 他要告诉我们下一个港口是哪里 这是第一件事 那 所谓的这个不具实深告 就是说 他从甲港来 但事实上他不是甲港来 但是如果他是从甲港来 但他中途有做任何动作 那这个可能就不是深告不实 现在问题比较是出去 譬如说我今天申报 我要去菲律宾 但这个船后来会不会没有 到了公海之上 他就做海上交易 然后之后 一定的啊 因为刚刚已经很清楚 林国政委员那里的统计 有的船出去两天又回来又重新申报 所以现阶段我们针对 就是有啊 像这样的样态算不算 伟造文书 他的申报算不算伟造文书 就没有巨石申报 对啊 就是伟造文书啊 那接受他申报的 你们这些如果有公务机关在 或者是像港务公司 他们都涉及 登载不实哦 目前因为我们这个 在电子平台之上去受申告 你们接受了嘛 他事实上我们是用书面审核 管他是不是电子还是书面 目前我们是用书面审核 对啊你们审核接受了 所以这部分我们觉得是 来市长 有检讨的空间 来市长 来市长 这个产业哦 从上游到最下游 就是因为 大家都知道 都重放 然后重放的原因都是 只得到一个 好像法律上很安全的地带 去解释 解释说 他反正是在公海 没有越过中线 就不涉及走私 所以呢 就都认为一切合法 你们今天的报告 是替他整体背书耶 可是你知不知道 从上游到下游这个产业 他们压榨了多少可怜的渔民 有多少渔民过去 长期以来 因为我们的补贴政策很扭曲 你知道农地 修根补助 就是因为你有多少农地 我就给你多少修根补助的 现金 就给你钱 所以呢 农地修根补助呢 到最后 拿到最多钱的 很可能是养地的建商 他们的人头 可是渔业的补助 是什么 是补助你用油 然后用油是什么 是你要出海才可以拿 但是事实上 每一次出海 每一次赔钱 为什么 因为渔源枯竭 根本补不到渔 但是对于渔民 他们补不到鱼的相关的补贴 跟农业完全不一样 他非得规定你要出海不可 而出海的补贴用油 又不是百分之百的补贴 然后出去呢 又补不到鱼 所以 他们就变成是倒油去卖 那对于最下游的这些渔民 你们的管制 是管制到什么地步呢 是管制到每一艘渔船上面呢 那都必须安装 刑船记录器 都必须要有记录器 所以 哪一艘都跑不掉 我骑金的渔民一堆 就因为这样被判走私去关 所以你们抓到的走私的 然后 最基层的 抓有判刑的 最具体的 就是那个最 最最最最可怜的 那个基层的渔民 可是为什么有这个产业 这个产业最上头的呢 你们说它合法 我渔去卖了 渔民的渔去卖了 然后让这一些 买了渔民的渔以后 去海上搏油的这些大船 他们变成都是合法的 你们说它合法 今天的报告说它合法 可是最可怜的那些渔民 他们都变成是走私犯 真的都抓去关 那个每一艘 那个是细腻的去 去抓去查处 细腻到什么地步呢 是细腻到说 有的渔民呢 傻傻的 就把他的记录器 放在别的船 让他去走一趟 结果呢 他的行船记录 跟那艘船的行船记录 一模一样 连这个都被抓出来 被判刑 所以是 是密不透风 这样在抓犯罪 可是最上游 你们完全不抓 而你们的很方便抓 怎么说很方便抓 这一艘船 出去 为什么要加那么多油 那么频繁的加油 加油的量 好 你们查得出来 进出港的时间 你们也查得出来 去海上巡逻也知道啦 如果听风声也知道啦 很方便可以查的 你们官船 没在查这条 因为你们认为 它是合法的 回去好好研究 我们今天 要求你们研究的部分呢 也要包括这一块 这个所谓的产业 到底合不合法 有一个全面性的报告来 无论如何 你说它 你说它没有违法 可是你又不把它当作 一个纳入规范的产件 产业来规范 没有耶 所以它三不管地带 那个危险 那个风险是很高的 你们除了做风险评估以外 怎么处理 怎么处理这个机制 怎么处理这个系统 这个产业 一定要把它纳入 你们不要睁眼说瞎话啦 它的进出港申报 一定就是涉及伪造文书啦 而你们从来都不追究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